书写下午 下午咱们说这八仙 下午正说到 李璇 后文书的贴拐李啊 在华山紫霞洞修炼 这会儿腿还没学 今天我可能能说到他退学 争取啊 因为这个书我现在也着急 这书原文是一百回 三星期说两回 你算这日子吧 咱一年才五十四星期 是吧 书是白当时就按一年星期数 那么算了 一年五十四星期 那两星期三星期说两回 到这数 这周我是 我跟高老师T三队的演员 在这说出 找过这么两回 实际没预备出来 跟你跟我说实话 高老师今天课是不容易 上午在我们那个学校 回来从记底班了 在杨桥 杨桥细校上午上了两个钟头的课 下午这会儿说一个半钟头书 然后赶到张预员下午他是卖武器 在那道节目 然后晚上这再说一半钟头书 再回去晚上是拉鞭片 要气的呀 这个货文不带打呀 当然不翻根口了 这说他这相声 连说书带说相声 刚才下午在这喘了半天 我轻易没见他在台上刘沃汉 你刚才看着凉变脚 逼拉汉脚呼呼带汉 说成这样不容易 下午咱们正说到 李玄在华山紫霞总修炼 他的师兄文史真君 就这名字 历史上却有其人 尹玺观音子文史真君 给他找了这么两个仆人 这两个仆人呢 练着管着李玄喊师父 这两个就算你们成立 这俩仆人可不是人 是什么呢 就在华山这一带的两个妖精 一公一母 公呢是一个兔的精 这母呢是个智脊精 野鸡眼 这两个当初不干好事 经常下山 按照自己这个兴取向 勾到山底下的这个百姓 所向是没伤过人命 作孽不是很深 收作李玄这两个徒弟 在这伺候李玄的饮食起居 为什么这么办 李玄修到日子太短 未能辟绝无骨 就说他不能断了饭 不能断了人间烟火 只不过前文书仗着王大官给他一颗金丹呢 吃了之后 接连几年 这肚子里边一直没觉着说有多饿多渴 没觉着 时间一长 这妖精过去怎么办呢 找两个仆人伺候着他 平常你们两个就给他买菜做饭呢 将洗将洗衣服啊 打扫打扫院子啊 没事这个打扫打扫这个地板啊 秀秀下水道磨磨磨后山墙什么的大小活就给他们干 等时间一长 李玄能够辟绝无骨 你带这俩徒弟就修道 文史真君交代完之后 他可就回昆仑山了 这天李玄正在洞宫打坐 这洞外边来了一个要求 自称是白玉洞白玉夫人 想要跟李玄结为连理 李玄这会儿长得俊 可不是侯文书铁外里的模样 哈拉的半尺多长 缺一腿 一身的滋泥 不是那种样 长得精神极了 这白玉夫人说要跟他结成夫妻 李玄自然是不同意 三说两说 白玉夫人一做法 尤打李玄这紫霞洞里边 把太上老君送给李玄的这三卷经书 可就给抄出来了 三卷经书玄经了 文史真君临走之时特意嘱咐他 这个经文可是你自己看 你可千万别给你那俩徒弟看 为什么 可不是说为了与你有什么好处 为了别把他们俩害了 李玄始终就没明白 说这个怎么会把他们俩害了 就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 这白玉夫人一做法 三卷玄经 这三卷经文呢原本就是老君手里的宝物 李玄自己也绝不出来 这三卷经文就在洞里这么一放 他绝不出这经文有什么宝贵的 这一般的经文吗 输简的经文 尾鞭子是这个这么三卷 跟着一卷往着一放 这有什么新鲜的 这白玉夫人怎么知道 他没绝出来 一到一晚 离这栋数百里开外 都能看到这栋里边有亮光 华山这一带大大小小的妖精 多了去 盯着这三卷经文的可不是白玉夫人的一个妖精 只不过下手的他很投一个 他开了箱子说 这一波里他投一个说的当头上台 我没说你啊 今儿来把这三卷经文给抢走了 李玄坐在洞里边就傻了 临走的时候 我师哥跟史真君嘱咐的明明白白的 告诉千万不能把这经文给弄丢了 这是宝贝啊 哎呀 这会他刚修炼了一个月 这个身上没有法术 怎么办呢 我追不去 我追不去管个什么用啊 想来想去 等着吧 等我这俩徒弟回来 这俩有钱客啊 他们都是通道工人 我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有我们一顿饭的功夫 飞颠二位可就回来了 飞颠二位啊 李玄给这俩妖精起的名字 这知己婴子起的名字叫飞飞 那兔子婴子起的名字叫颠颠 这俩出去抱的时候走小时 飞飞子 颠颠儿 你吃这俩自己给自己耍啥呀 出去一报名就这么抱 俩人买的菜回来了 进门光个喜喜 推动门进来 师傅 好家伙现在鸡蛋五百多钱一斤了 你不知道现在是菜价 哎师傅 说说话 抬头一看李玄 李玄坐在洞里边这 你也带带发梦 师傅 师傅 还两声都没言语 走的跟前都没推的 师傅你怎么了 哎 哦 哎呀 你们俩可回来了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咱们这洞里来一女妖怪自称白玉夫人 你说这华山原本是老君修炼之地 这么神圣的地方 他怎么还能够妖孽横行呢 这不新鲜 我们俩就在这儿徒生徒长大 是吧 本来不也妖精 现在学好了 呃 您说这妖精他叫什么 呃 我记着他自称叫白玉夫人 说家住白玉洞 这个你们俩知道这地儿在哪儿吗 飞飞看看颠颠 颠颠看飞飞 俩人大着邓小眼 你们别看我们在这儿徒生徒长 这个地方 我们可真不知道 因为华山那地方大了 三十六七峰嘛 都走到了 那我们的道堂太浅 修炼书人行有点法术 那就不容易了 没听说过这么一位 哎呀 你们俩没听说过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这时候那飞飞就那野鸡精了 啊 这出一步 给师傅 这个您修炼这一个多月 您现在能不能掐绝念咒 我土地也得拒练啊 哎 我师兄文史真文临走的时候 倒是教过我一些个法术 对啊 您事事灵不灵 你把土地找来 当方土地 他必然知道这附近有多少要求 怎么 这地面归谁管呢 就归土地也 你不拿他问事 拿他咋法子 你找我们那没用 好 那 我是 李璇来到紫霞东外 下学念咒 按照咒语 把这土地拘了 哎 你还别说 功夫不大 那土地也真来了 来了之后 攥着李璇这俩手就不撒开了 上线哪 我可谢谢你 这一个多月 我跟您这么说 华山祖近所有的山神土地 天天吃捞面呢 李璇没明白 为什么呀 吃洗面呢 我们得庆祝庆祝 应该我们出了俩 哎 好家伙 你可不知道那兔崽子跟那鸟人在的时候 哈哈哈哈 不是抢我们的这个贡品呢 就是砸我们庙啊 拆我们的宿将 哎呀 我们是虎不堪言呐 我跟您这么说 我连苗老哥几个我们连感谢信都给您写好了 这就准备送往昆仑山八景公交跟老君面前 我们要表彰表彰你 你 哦 二位在这儿 土地爷这才看见 感情飞天俩人在后边站着 给这俩气的 气不辣一处来啊 好你个老东西啊 背后浇水的根子 有你这样是吗 气这俩 当时李璇不好意思说什么 这飞飞也毕竟是个女妖怪 矜持一点 放嘴撑 瞪着 这颠颠在旁边 按耐不住了 说两句 嘿 怎么 他这俩眼睛一个正一个鞋 看着土地 嘿 老东西 背后浇水的根子 哈哈哈哈 你怎么这么说我们 正说话 李璇过来给嘴巴 你管谁叫老东西 你说他 你看我干什么 我看着 他是他呢 你这不瞪着我呢吗 是吧 还在哪呢 哈哈哈哈 哈哈 你 你老东西 你为什么说我们 飞飞过来 老东西 你看我干什么 那儿呢 俩眼找不着准确方位 这个我们是老管 现在不学好的吗 还说我们啊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哎 愿我愿我 呃 上线 您把我找来 有什么吩咐啊 有什么吩咐 呃 吩咐不敢说 我们想请问您一点事情 李璇说话客气 有涵养 呃 您有什么事情 尽管问 华山这一带 有没有一个地方 叫白玉洞 白玉洞 土地点点头说 有这么一个地方 哦 离这儿有多远 离这儿 绕过山后边 大概其有这么个 三四十里路 白玉洞 您打听白玉洞干什么 白玉洞这儿 是不是有个女妖怪 自称叫白玉洞 哦 不错 有这么一个妖怪 哦 这个妖怪是什么来历 您能给我说一说 哦 这妖怪什么来历 提起这白玉洞人啊 可有点来历 有什么来历 这个白玉洞人 这个白玉洞人 原本是一头牛 李玄要不听别的 还不害怕 他听那牛 他害怕 怎么呢 当初他差点让老君 那青牛鹰啊 给下了汤锅 啊 这是什么要求 这是个牛精 打哪来的 有来历 有 当初就在您修炼这紫霞洞 有个青牛精 您知道不知道 呵我太知道了 好呀 八广都扔过来 都他办的事 那青牛精是老君的做起 设备知道 这青牛精 嗨 趁着老君 康管不严 下届多年 就在紫霞洞这时候 心妖作怪 他与本山当地的这么一个母野牛啊 产下一女 就是这位白玉夫人 哦 他为什么叫白玉夫人 因为他所处那个地方 就这白玉洞啊 这个地方产玉 而且这白玉夫人 大生下来 他就有法术 为什么 他爹是青牛精啊 先天带法力 家传 世家 租着瓶瓶的 妖精 我没说说这样的啊 把上瓶他们家有妖精 青牛精原本是青龙啊 那福西弟手下一条龙 那还了得吗 他在这个地方 可也不吃人 不伤人品 就在这以白玉为食 就白玉洞 铲这玉啊 他能吃 我说这牙口不错啊 那玩意儿他嚼得动 那咱咋知道啊 他拿这个做法 就拿这当粮食 而且来说呢 哎呀 这话我我可不敢明日跟您说 我乱敬我说呀 这个白玉夫人呢 跟您这二位高途啊 算半辣同行 那俩一听这话就说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同行啊 不就是牛精吗 也是腰顶 不是这个意思 当初你二位干的那点事儿 我就不必戏表了吧 是吧 你们下山去经常的啊 小花下山去画斋 早饭有交代的那个事儿 这个白玉夫人 跟他二人这个修炼之法 有异曲通工之表 只不过 您这高途木 这飞飞下山 截取的是男子 这甸甸截取的是女子 这白玉夫人截取的是孩子 怎么 专逮小孩 她这个损大了 嗯 在这一代呢 要比较起来啊 虽然她缺的得比较多 可是她不惑过我 哎搞东西 你这话什么意思 她说就我们货 你不就吃一口东西吗 不就砸你的塑像 不就拆你的庙 你还想怎么着啊 庙都拆了 我们都没地儿住 哎呀 甭说呢 你选一白手 那 徒弟 您能领着我们 去到这白玉栋 访一访 哎呀 这个 我去可以 可有一节 我这个法力 我可斗不过他 那不要紧 怎么 有我这俩徒弟 不让你亲自出手 你给我们领到白玉栋 你给我们领到白玉栋 你女头就走了 我们绝不说是你领 哦 上仙 那那那我这先谢过您了 哎 我还得谢谢您呢 您头前带路 好好好 您三位随我来 徒弟 领着李玄师徒三人 他就奔着白玉栋来了 快到这白玉栋的时候 这妃妃啊 出出规矩 说师父 要依着我 您先别弄面 因为什么 这个不是说我瞧不起您 论法力 要跟他斗走妖术 您不是个 您才在这修炼一个多月 虽然说现在也是 有点法术 这个法术不高 白白的饶上性命不说 我们二能过一步去 您对我们算是知语知温 您远远的看 我们俩跟着动手 这你们俩万一要盯不住 可怎么办 您再跟我们帮忙啊 您有法术吗 俩人打得过的 他三人还打不过的 是吧 再者说我们俩没后台 也有后台 您是师父了不得 探少君哪 这他不就是探少君坐鸡的闺女吗 那再命 那个是能耐再大 他能大过您吗 行 那你二人可要多驾小心 您放心吧 飞飞飞颠颠 可就来到这白鱼弄来 来到这两个族 怎么给他叫出来 做啥 还是喊的 这叼叼出于我 你先别着急 我先找块石头 到这儿 照这洞 扔进一块石头去 这洞中深 东隆隆 半天听着声音 回音不断 这洞够深的 喊喊的 怎么喊 马基 你出来 取好了吗 该用是谁用的 许咱不用不许咱不会 这咱这常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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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颠颠站在洞房口 喊一声 哎 洞中的妖孽 你出来受死 洞中的妖孽 喊着一声 里边没人搭圈 练了喊着三声 听里边 呼呼一阵啼子哑 这白鱼夫人来了 来到洞门口这儿 望外观望 一看眼前站这俩人 这白鱼夫人一多 怎么 一看这边这女妖怪 头发炸着 化一烟熏多 是上身这块鱼 下身超短圈一海长 底下狮子辣子 修一高跟鞋 再看这边这个 更害怕 这俩眼睛一个正的一个鞋 就是看我呢 还是看谁呢 边边你抬头 对 要你 我来问你 你是问我吧 废话 不是问你问谁 我师父的经文 是你抢的吧 一说这个 白鱼夫人明白 我说三天 我说三天让李轩来与我真心 合着他找帮手来了 他师父的经文 那甭问 这俩是李轩徒弟 这俩是李轩徒弟 你们两个 喊李轩叫什么 喊师父 李轩是你们师父 不错 李轩这俩字可也是你叫 你疏口了吗 喊师娘 谁就是师家吗 哪个是 飞飞颠颠一听热气 哪里张得站一大半 没拿过 把经文送出来 欢责罢了 如如不然 让你死在这洞外 哎呦 白鱼夫人一撇嘴 我当李轩 得找什么样的人来帮忙 不就是一兔崽子 一只野鸡吗 一只兔子一只鸡 鸡雕是兔子 兔子飘是鸡 找什么俩妖怪 你们两个有什么能为 敢朝我要这经文 一说他们俩是兔子是鸡 这俩个急着 我们是畜生 是兔子是鸡 你修炼这么长时间 不也没拖了那牛型吗 飞飞说到这儿 拿手一指 哎呀哎呀 看你那簪儿露上 不要跟我这儿 我那扣 两拍 少说废话 动手 飞飞颠颠 各自一抄毛剑 白玉夫人把这兵刃晾 什么兵刃 手是一口三尖两刃刀 三尖两刃刀啊 您各位都看过 阿郎神使那兵刃 三尖两边有刃 这叫三尖两刃刀 唯一一个不同的 他这刀头啊 不是铁 不是铜的 是什么 是玉做的 两边没开刃 前面会有刃 但是两边没有刃 十一口三尖两刃刀 三个人打在一处 打着打着 后边李璇就看出门道了 你看这个神仙斗法 一般李璇虽然说 他要斗法 他不是这白玉夫人的购 他要异解 这玩意跟下棋一样 他会下 他不如他会看 你这样让他下一排棋 没准是臭七老子 你要让他看 他可知道门道 他能给你支招 有难了 嘴快的一支招 什么事 睡觉 拿炮打 哎怎么样 赢了吧 见那儿气人 李璇在后面一看 哎呀 要坏人 看起来我这两个屋里 不是他的个儿 怎么办 我上去 我上去顶个屁股 看这意思 我们三人也忙活不过来 想办法 我可怎么把这妖性给他出了 他这琢磨主意 非第二人也琢磨主意 这俩人打起来一动手 感觉知道 你看 人家这个家传的就是如意了 是法力比三高 那怎么办 想到这儿 这俩人一地颜色 一张嘴 忧打嘴里 吐出一股黑气 下午咱说过这个 跟文史真君斗的时候 也吐过这股黑气 但是文史真君那是大罗的金仙 拿着凹镜 迎着太阳光 用被锅一扫 把这股烟就给打灭了 这白玉夫人她是妖怪 一看这 就这么点法力 也看在你家白玉夫人面前 卖了卖了 好 让你们看看我的能力 一股黑气 奔着白玉夫人这么一扑 这白玉夫人一张嘴 一点没胜 把这黑气圈吞在自己肚子里 吞着之后 打电步跳个圈来 这手 倒红刀头 她可能不打了 右手控刀头 这左手一就无嘴 拿手一指这俩妖精 呆 你们两个胆大凋逸 多长时间没出口了 怎么那么臭 我让你吞下去了 活开 怎么 少说背话 打 这俩过来 看这意思 白玉夫人腰落下瘟 这白玉夫人考不医 刘大怀里边一把 掏出一把碎石子来 啪啪啪 往外这么一打 好家伙 这不是一般石子子 就是洞中这白玉 往地上一路 便出入我干戈 白玉夫人 就跟这俩妖就打 非第二人僵持不下 回头看师父 师父 快帮忙 加油 加油 非第二人热气 我帮忙就这么帮忙啊 这时候飞飞给他提醒了 师父 您那口宝剑 一说这话 老龙正在沙滩混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当时这领选口就明白了 对了 我师父太上老君送给我一口宝剑在袖筒里吞着 得嘞 我把这宝剑寄出来 说着话 把这宝剑往外这么一抽 这宝剑不剑妖精 他不长过 一剑这妖精 迎风就长 这剑尖越长越长 奔着白玉夫人 他就过去了 他这宝剑这么一过去 这会儿咱得说一句 李玄这个法力没多大 他控制不住这口剑 他不像文史真军 下午咱们说文史真军斗非天二人的时候 哪也是这口宝剑 这宝剑尖下去 围着这俩腰腰转 他不宰着这俩腰腰 为什么 他手头有准 李玄说不行了 这一剑出去迎风就长 唰下 眼看就到这白玉夫人这博领子这 哎呦 李玄那出家人呢 心眼善 咱说这神怪书 这是神仙 这要说武侠一剑过去 白玉夫人这命就没了 可他不行 他神仙 不能轻易取一般的这个妖精的性命 那得经过师尊批文 得写报表 得呈上去 上面写批文 你能杀他 这得杀他 神仙们这得有执照的是吧 拿这宝剑一看 眼看快到这白玉夫人博领子这 他都后悔了 怎么 这剑的威力太大 这一剑过去 我又给他宰了 这个一宝还一宝 我还撑得了神仙们 这么一犹豫 这宝剑尖往下闹了怎么一家 这一闹可不要心 把白玉夫人的命可就交了 牛打脱领子这顺着望向 奔着他左胳膊就过去 哇一见 这胳膊就说 白玉夫人一文秀 哎呀一声 倒落在地 再看那些个假的那尸头粉变的那个 白玉夫人 啪啪啪啪 全掉地上 这法术可就不灵了 旧事往地上这么一滚 献出原形了 洁白无瑕这么一头 白牛 钱腿没了 这就送肉安子去了 砍下来了 非电二人磕得着机会 举宝剑过来 那意思 这一箭下去 就把白玉夫人给宰了 我让你抢我师父经文 好大的胆子 没等这箭落下去 李玄在后边喊一声 托儿 住手 那意思不能杀他 留他一条性 李玄赶紧把这宝剑收起来 紧走几步 来到这头牛的跟前 哎 他长谈一声 毕竟出家人 心思收拾啊 看不到这 这妖怪 白玉夫人 尼可知罪 问他一句 一看 这头白牛啊 有打这眼睛里边 咕噜噜 这眼泪可就流出来了 那意思 我知道错了 他化成牛形不说了 为什么 这时候捂着这个 他这断腿啊 疼了 拿这皮子这扣 我也是念在你修炼多年 你是有道的要求 修炼这么些年不容易 我不取你的性命 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把你带回东中 以后你算我徒弟 他们两个就算你师哥师姐 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啊 这白玉夫人 在一步的翻车 卦成一独背的美女跪在地上 我谨遵师命 他不傻呀 知道这是真神仙 跪着磕头 喊师父 李璇回头 吩咐飞家二人 你二人 不要回难你他 哪去 放心吧师父 我们不是那小铅人 你知道 少欺你的流氓饭 你把你眼睛震过来 我眼睛又是样子 你这管着 起个大 吐经跟这眼睛震过来 伸手一掺这白玉夫人 白玉夫人起来吧 喊他一声白玉夫人 哎呀等等 李璇伸手一来 老叫你白玉夫人 你这个名字 不要过于霸气 一听就不像个正有人家出身 我给你改个名字 就取你那个玉字 以后你就叫玉儿 飞家俩人一听心的正 不容易 这种甘眼 你给他起的名字 玉儿 多秀气 你给我们起的 飞飞不听话 那我这颠颠都说 这他的名字挺好听 到我们这儿 操操了事 是吧 那都听台楼阁 到我这儿来一小菊 那句菊花那句 嘴上不说 谢谢吴老义 师父您偏点 哎呀名字 这直播架着顺嘴 就完了走走走 回到洞中 带着这白玉夫人 把这三卷玄经 可就取出来 回到紫霞洞 咱们说要简短 李璇的这个道行 修炼实事 不迷本性 他这一辈子在修炼 仅仅三年 这个道行 可就已经快赶上 文史真人了 怎么这么大道行 你这头了十辈子 历经劫难 修道三年 已有千日之余 一千天呀 这一天正在洞中修炼 这会儿他可就有法术了 可就不是当初那李璇了 有打洞外 有一个童子骑着一骑着一匹仙鹤 站在洞外 高声喊贺 李璇何在 李璇有打洞里 出来 抬头一看 这童子不认识 这位童儿 你是何人的 问问您是哪位 我奉老君之命 你带领你的三个徒弟 奔八景宫 老君有事嘱咐于你 哦好好好 你稍后片刻 我收拾收拾 这就上路 回到洞中告诉带着仨徒弟 奔八景宫昆仑山 这仨高笑 好家伙昆仑山神仙待的地方 我叫做见见真神仙什么模样 这修炼多少年明天 怎么来的快 驾云他呀 师父您这法术现在可比我们高 您非得个慢点 哎我知道等着你们 有打洞中通自领路 可就奔着这个 八景宫来了 来到八景宫这儿 太上老君拍下颜艳 款待李轩 作陪的好 人登道着 文史真军 广城子赤青子 火龙飘鸟 他是一杆子师兄弟 两边做陪 那仨妖怪 飞飞颠颠跟着玉儿 他们仨不能做 就在李轩背后一站 飞顿调阳 归个居居 那几个看着仨人之论 怎么呢 这个佛佬炸 那个缺一哥 再看当面站着 俩眼这 看谁呢 这是 学某不出来 你这三位高徒 这三位高徒 这四位高徒